駕駛駛 駕駛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正 歡迎加入阿正的廢宅小圈圈 近期因為居家工作的關係 會跟大家多多分享有關追劇的訊息 本集介紹的劇集和電影 都可以在Netflix上找得到 開始之前一樣請大家把滑鼠移到螢幕右下方幫我按個訂閱 首先是2018年推出的日劇《狂賭之冤》 集結冰邊美波、深川葵、高山珍咒、松田路加以及中川大志等眾多年輕演員 劇情描述一間私立貴族學校 實際上常有嚴重的賭博文化 在學成績完全不重要 一切的尊嚴和權力都是用賭博決定 在動輒數千萬甚至上億的賭局中 負債的人將被打入加速階級成為奴隸 冰邊美波飾演的轉學生蛇參夢子 只要一聽到賭博二支就會感到興奮 恰如本劇的劇名是個名副其實的毒狂 面對各路好手的挑戰 將揭穿各種騙局以及作弊手法 向校園的最高權力學生會發起挑戰 2019年推出的第二季及電影版 更加入了池田易萊莎 公哲兵渝和福元瑤等新角色 目前電視劇第一季和第二季已經可以在Netflix上收看 近期電影版第二單剛剛在日本上映 再來是2017年的電影MIX 台灣翻成乒乓少女大逆襲 由櫻太以及新元杰利益領先主演 描述一名失落的天才桌球少女 以及一名失憶的職業拳擊手 為了向在乎的人證明自己的實力 代表鄉下的桌球俱樂部 組成混雙組合參加全國大賽 配角群也是誠意十足 包括賴呼康史、妥莫良子、鄭牧良子以及終生姓等人 值得一提的是本劇飾演新元杰利情敵的永野亞裕 在2020年的《寵女青春白皮書》中飾演新元的女兒 編劇古澤良太當年成主理Legal High 同樣是由新元杰利主演 而近年的主要作品則是長澤亞美主演的信用詐希斯 說到長澤亞美不然不提到2020年的電影 MOTHER母子情節 改編是日本真實事件 2014年發生的 川口式主父母強盜殺人事件 長澤亞美飾演一名墮落的母親 除了利用美色公乙男人 就是叫小孩去娘家要錢 因此被父母拒於門外 也直接導致後面的人倫悲劇 飾演兒子周平的是堪稱怪物心眼的奧平大監 現年17歲的他近來也出演吉剛里凡主演的戀愛漫畫家 以及殷景祥廣賴主演的聶莫希斯 母死情節透過轟動全日本的殺人事件 深度探討畸形的母子關係 兩人互相依靠卻也互相利用 即便兒子知道自己的行為是錯誤的 卻依然深愛著他的母親 因為對他來說只有這件事是真實存在的 以上就是本集的全部內容 希望大家在居家工作之餘 就待在房間或沙發上看劇 沒事就不要出門 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看法 或是最近在追的G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也請訂閱按讚加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是阿正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